當然說到刺激經濟 其實中國到位的刺激經濟 其實現在摩根大同也說 人行預計在今年會降息兩次 不過我們說到 中國現在真的刺激經濟 有這麼容易嗎 要帶動他們的消費 帶動觀光 我們請朱老師帶我們看 現在還傳出說 他們這個號稱 亞洲第一瀑布的這個水 竟然是水管放的 這事情看起來真的是有點離譜 這個荷蘭雲台山 雲台瀑布 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個景點 可是就有遊客去了那邊之後 我是覺得他真的是假扒修煙 怎麼說了 你居然從下面爬 爬到最上面 就有發現一個天大的秘密 居然瀑布的水 是水管放出來的 這大家就很失望嘛 跟我說這是亞洲最壯觀的瀑布 高314公尺 不得了啊 這個單位 這個負責就出來說 哎呀 因為大家也知道嗎 會有水很多的時候 又有枯水期嘛 那你想如果今天是枯水期 你遊客來 結果沒有水 是不是覺得很 對 很不舒服嘛 我為了不要讓遊客失望 所以我在枯水期就放水 想想也算有道理 然後又查了一下 瑞士大家冬天都會去滑雪對不對 可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以去年來說 瑞士百分之九十九的滑雪場都是人造雪 為什麼 氣候異常嘛 對 沒有下雪 所以我們這件事情 我們就姑且原諒他 感覺也合理了 再來看下面這件事情 好 那這件原諒他 我們再看 那我們去動物園 大家看很多很多動物 話說又有一個遊客 到中國一個動物園 就說 哇好便宜 門票只要五塊錢 甚至遇到打折半價兩塊半 進去之後就一看傻眼的 火雞是雞 野雞是雞 貴妃雞是雞 珍珠雞還是雞 甚至叫告訴我每週夜 結果還是雞 好 那總是有一個雞 不是雞的了 他叫做孔雀 可是卻是一隻鴿子 這就真的是有點過分 不過我也真的要替他講話 他只是跟你說 這隻鴿子的名字叫孔雀 他不是孔雀 你誤會囉 好 這是貴妃雞 你有貴賓狗 不可以有貴妃雞嗎 他只是他的名字叫貴妃雞 好 你說 朱老師你會凹 來 那這種沒有話說了 他跟我說這是野豬 明明就是一隻狗 我就說 有網友說 不是我說的 今天野豬輪羞 所以今天狗來代辦一下 大家不要太辛苦了 好 終於有一個真的了 狐狸 所以這樣子的動物園 花兩塊半人民幣 合台幣大概十三四塊 你覺得OK 你自己看著辦 所以你要說他是造假 那我們也沒話說 說他是情有可言 那就算了 來 可是這個真的就是大事 這就不能開玩笑的 對 恆大 大家當然都會知道 他不是說只有說生意不好 他是這十幾二十年來 他的財報都是造假 都是造假 對 這個事情就很大 對 他根本沒有這麼會賺錢 公司生意也沒這麼好 那都是造假嘛 那造假也就算了 現在更大的問題就是 你的錢居然是從中國的銀行 掏出來的 那問題就大條了 好 所以現在就出來了 恆大被罰錢 這我們前節目講過 這不多說 那有可能被處終身監禁 這件事情 終身監禁 終身進入市 股市 不可以進入市場 那可是另外這個就很慘了 好 因為借錢給他的前 這個中國中信銀行的行長 被判死刑 好嚴重 那不就讓我們想到越南 女首婦 女首婦也被判死刑 那站在中國的立場 中信銀行 這個國營的銀行 你等於你是公務員身份 你有重大的貪污 判你死刑不過分 可是現在問題來了 網友說 許家印搞不好也會被判死刑 許家印也可能被判死刑 有可能 當然現在沒有出來 那我個人覺得可能性 可能低一點 雖然有這個越南的女首婦 可是我覺得我把你關著 因為大家都知道 他老婆早就把錢帶到加拿大去了 有沒有可能借我把你長期關起來 逼你把錢給送回來 如果一槍把你斃了 錢更不可能回來了 所以我覺得 要把他槍斃的可能性比較低 要是我是中國官員 我不會這麼讓你簡單就死掉了 我還是重點是把你的錢給要回來 好除了這些之外 那更重大就是中國經濟數據 到底有沒有造假 這是大家常常討論的問題嗎 我們就以第一季 GDP 哇 五點三比去年全年的五點二高 而且還比市場預期都來的高 可是現在有個數字出來 告訴你五月份的資交業 PMI 我們要先知道 PMI其實有 其實在一般我們這幾年非常重視 因為他會比很多經濟數據更準 而且他有預測的效果 但是來你看到五月份最新的數字 四十九點五 你看 榮枯縣五十三名 也就是說五十以上代表在成長 五十以上在率略 可是你看到過去就只有兩個月 是上去的 你整個一月二月其實下來了 三四月是上去 五月又下來了 可是你剛剛我們剛剛說什麼 你第一季跟我們說你經濟很好 對 這就有貓膩了 更不要說如果你拉一整年 好 二零二三年的時候 告訴你二零二三年 跟我說你成長五點二趴 可是實際上我們整個榮枯縣 有沒有看到 就只有在年初的時候很高 其他這個時間點 都是在榮枯縣以下 那不得不讓人懷疑 你的數字有問題 那也就不多說其他的 如果今天政府跟我說 國家經濟非常好 你是民間企業 你會做什麼事情 你是不是會想要擴張 我的產能 多聘人 多買機器 多買原物料 這價值問題來了 如果大家企業相信你的數據 我做了這件事情 結果東西賣不掉 誰負責 來 你看到長城汽車 中國不是都說 他們的電動車 沒有產能過剩的問題嗎 可是如果我們進一步看PMI裡面 你發現什麼產出跟新出口訂單 這兩個其實都在下降 對 這不就在告訴你 你的數字是有問題的 你實際上沒有那麼好 好 所以此消就有鼻漲 誰漲了 來我們看到印度 因為中國製造業就是面臨印度的挑戰 對 好啊 印度大家現在最關心的就是選舉剛結束 結果你看到目的所屬的這個印度人民黨 慘勝 雖然還是贏了 可是贏得非常的難看 大家說他必須要靠盟友才能夠穩住他多數黨的股位 你看到目的第一時間當然出來承認說真的選得不好 所以你看到一連串的很多的動作告訴你 我要持續採一系列的傾商措施 大家可能對這個比較沒有概念 因為印度以前 尤其在目的之前 印度其實對外商其實是不是很友善的 講難聽點就是把你騙進來 然後進來之後你就吃人苦頭 我至少退出 譬如說Walmart就遇到這種事情 福特汽車也遇過這種事情 更不要說我們臺灣的某資訊廠不也是進去之後又出來嗎 好 很多都是因為印度有太多對外資不友善的事情 可是他現在第一時間就跳出來說 哎呀 放心 我接下來會有很多很多的大動作 要讓我的整個經濟 整個暢化 尤其是大家有注意到 我們歷經的懂 歷經是到印度去投資半導體廠了 甚至那時候要電機的時候 目的是親自去參加電機儀式 那他就在這個電機儀式上講了一句話 我個人覺得其實真的是還蠻有意思的 他說什麼呢 過去這個資訊科技產業的發展 印度都沒有參與 可是現在半導體時代 AI時代來臨 印度絕對不會缺席 所以你看到現在的印度 你不能再用過去的印度來想好 可是回到一個現實的問題 印度現在還是有很多問題 你看到這個事情 熱浪 當然這不是目的的錯 可是問題 這件事情真的很誇張 影響真的太大 五十度 甚至有些地區到五十七度 這種溫度熱死人 他不是形容詞 是動詞 真的有人叫死 光我們知道印度選舉剛結束 光在這個選舉期間 這個選務人員就有三十三個被熱死 你看這多可怕 那再加上其他的一般的民眾 光這段時間兩百多個人被熱死 不過太熱有一個好處 其實臺灣有一樣的情況 蚊子就不見了 連蚊子都熱到 像以我家 我們家注意的 外面就是社區的院的那個花圃 所以常常蚊子很多 但是我們大概觀察到 在三十六七度以上 蚊子就會少很多 所以到五十度 基本上不會有蚊子 但是這件事情 基本上是非常非常大的事情 所以我們再回到 大家還是比較關心 印度的經濟問題 你看到最新他們公佈 他們二零二三財年 就要知道印度的財政年是算到 今年的第三月份才結束 所以你看他剛公佈的二零二三財年 成長率八點二趴 表現亮眼 原本預估才七點六 七點六已經不得了 實際要出來八點二 對 所以回到一個問題 你看到中國也說自己的經濟很好 可是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再看到印度也說他經濟很好 可是我們看到的面向 當然就是製造業都到印度去了 我們想得到別人不說 光一個蘋果就多少的這些產能 都移到印度去了 所以我跟大家講 不要因為昨天的印度股市大跌 你就覺得好像印度不行了 從經濟面 從他現在要做的動作 我覺得印度其實還是有機會的 台北市萬華區的西寧大樓 在過去有一些事故案件頻傳 不過莊老師他在明年就要拆掉了 之後會變成是社宅 那周邊的房間會因此被帶動嗎 絕對會 因為回到西寧國宅 我個人也從那邊經過過很多次 真的就是 夏天你都覺得很涼快 所以因為他從一九八一年落成以來 光在這裡面發生了 我們就說意外事故好了 至少三十次以上 所以有非常多的傳言 所以你想別人不說把它拆掉以後 因為大家都講說 猛鬼大樓 聽得多不舒服 然後你家對面是猛鬼大樓 你想也不知道 也是會影響房間 對 所以你就想 你就把它想說它是個嫌惡設施 移走了 那你說會不會帶動周邊 絕對會 那話說我們剛剛說的 因為他其實當初落成沒有多久 其實就開始發生一些事情 最有名就是他的電梯事件 我們就不想說了 所以你看 即便已經做了很多防護以後 還是這樣子 所以你看 還沒有拆以前 你在臺北市去哪裡租一個五千塊錢的套房 租金很便宜 外縣市的人不知道 他地點非常好 他沿著 走走走 就走到西門町 臺北車站也很近 另外一邊是這個中校西路 地點非常好 所以現在改建了 當然所以前面的來賓提到的 現在房市夯嘛 對 我拆掉以後再多值錢 而且再怎麼說 就算大家講說以前這個地 地怎麼樣怎麼樣 蓋成新的大樓以後 我跟你講 窮鬼才是最可怕的 門鬼一點都不要緊 能夠很值錢以後 誰還怪以前是不是門鬼 所以以前發生這麼多事情 政府也想了很多辦法 甚至警察局都進駐了 都想警察是最正義的 最有好氣的 結果一進去之後 居然發生警察在宿舍裡面睡一睡 說明明沒有開冷氣 怎麼越睡越冷 越睡越冷 還有甚至有人 我明明這是頭 睡的是正常的 結果睡醒後 我轉了180度 有時候小baby還有可能 大人怎麼可能 甚至有人說 睡醒怎麼腳有被人家抓過的 那個痕跡的痕跡 種種事情導致連警察都不敢睡 寢室最後知道怎麼辦 把它改成偵訊室 所以你看連警察這種 都有傳出這種 讓人不舒服的事件 那你根本要說一般老百姓 在這種大樓裡面 看過真的很多很多事情 所以順應現在市場行情好 再加上它還有一個很大問題 海沙烏 你還是得處理 所以當下這個房市很夯 所以拆掉重建 相信不只是他這個建地 連附近絕對都會 享受到這個好處